炖炖的时间一定要到 里面才能入味 然后它那个胶纸呢 才能溶解到汤里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做的是花生炖猪手 来 用心做好菜吃出健康来 第一个步骤啊 先把这个花椒 霸料洗一下 再把这个霸枣洗一下 去一下灰尘 这样放 然后呢再把这个 去皮花生 洗一下 去皮花生呢 使用这种花生 主要的目的呢 我们熬这个猪蹄呢 不加酱油 要奶汤色 专喝汤 营养丰富 葱呢在这里呢 有一解就够了 一解就够了 姜 放着 20克 只25克都可以啊 咱们猪蹄放得多 把猪蹄 用火烧一下 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 把猪蹄呢烧的火大一点 这样呢 能把这个猪蹄上面呢 叫焊泥味 焊腺味 我下去一下 现在咱们在市场买这个猪蹄啊 这些人家就给咱们烧了啊 烧到什么程度 让它黑一点 朋友们这个呢就烤好了啊 烤到这个程度啊 必须的 加上热水 泡上一分钟两分钟 边泡边翻一下 这样的话呢 都能泡到 用这个 干瓷球 一搓就下来了 这么一搓 就出来了 这个猪蹄呢 我这是属于厚蹄啊 这是厚蹄 前蹄呢 短 粗 肉多啊 选择的时候问一下 你说我要买前面的蹄 不要厚蹄啊 他就告诉你了 前蹄呢 稍贵一点 肉多呀 现在呢 把它这么片开啊 这样片开 剩这块这个骨头啊 这样劈一下啊 一二三 好了 开 开 开 好了 开了 砍了三一下 剁成三块啊 一个猪蹄出六块啊 太大了 猪蹄 来四块吧 煮一三块 开 冷水下锅啊 火不用太大 慢慢的让它开成锅 这样的话呢 能把它血污啊 都排出来 另外呢 猪蹄烤完以后 放入水 放里头 泡上半小时 效果才好 烧开以后呢 十分钟 把它捞出来 洗一下就可以 好了 有了见 大家看一下啊 时间到 十分钟 看看上了这个墨子啊 非常脏 这样 捞出来 用凉水 冲洗一下 然后呢 放到这盆里 泡上十分钟 好了 一会儿见 朋友们 看一下啊 必须泡一下 清洗一下吧 现在呢 把这个勺 点烤火 下上油 热的可以了 放入葱姜 花椒大料 大料呢 记住了 花椒放 用五个粒 啊 就可以 桌边几个事 这样的话呢 把这个料香味 炒出来 把猪皮的一味 往中排一下 啊 看看 这个葱啊 这个葱的颜色 这叫皮色 就可以了 现在蒸入 黄酒 现在呢 把这个香料 打出来 放到料盒里 放到这小盒里 熬制十分钟 一会儿见 看看啊 奶糖色 现在还没到十分钟呢 啊 现在就是八分钟 这个程度 然后呢 把这个沫 简单的打一下 现在呢 把 花生 脱皮的花生放里 说为什么要脱皮的 脱皮的它不下板 啊 越熬越白 现在看看 这个墨子又上来了 啊 再憋一下 现在加入盐 全程 要求 一个半小时 这个喝汤 吃肉 肉呢 口嘴啊 一缩了 基本上就下来了 好了 现在可以 赶成小火 到了一个小时的时候 我们再把这个大枣 下去就可以啊 朋友们 看一下啊 现在是一小时 十分钟 啊 七十分钟 全程 看啊 把这个 上面的油 必须都 贴出去 太腻 没法喝 来 把这个油猪 都给它撇净 香料盒拿出去 把这个大枣 洗一下 放到锅里 再炖上 半小时 只四十分钟 啊 就可以 这个油汤 千万别扔掉啊 做各种炖菜 都可以放里 这都是 属于上汤一类的了啊 现在 这个汤 就这些 正好 朋友们 现在时间到啊 把这个 葱姜 都剪出去 看一下啊 这肉 很轻松的 一搭边就进去 啊 好了 味精 这些 不要多 来 朋友们 现在 一勺一勺的 往如尘啊 比如说 你呢 特殊条件 要喝汤 咱们这个汤 啊 再往里 兑上 三斤 开水 这汤才能喝啊 这么喝 是不可以的 这么喝 油气太大 胶质太厚 成品就这样 撒上点葱绿 好了 看一下啊 酥烂的程度 看看 酥烂到什么程度啊 轻轻的一分 就开了 肉质 非常非常的酥烂 来一口 就为了喝汤 成品出来了 熟了 熟透了 酥烂了 再调汤 啊 还想喝汤 还想吃 猪蹄 呛完锅 直接就加上盐 啊 开上锅 炖它一个半小时 只一小时 四十分钟 才好啊 比如说 小猪蹄 小猪蹄 也得一小时 十多分钟 啊 炖制的时间 一定要到 里面才能入味 然后它这个 胶纸呢 才能 溶解到汤 好了 今天这道菜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有什么需要的话呢 在我最新视频 下方留言 谢谢 诸位观看